愿意回答我吗 那你可以 那你就跟大家讲吧 不是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被质疑立场偏绿 杠上媒体你来我往 林玉慧强硬敢说不服输的性格 在担任广电积极会执行长时 就看得出来 不快又犀利的谈话方式 也一度被影射 是2004年打击泛兰阵营的 非常光点里头 关键角色魔镜夫人 我是台湾政治通 对台湾的政治人物 都研究得非常透彻 被指控就是魔镜夫人 当时林玉慧大笑否认 不过到底有没有客串 听听像不像 做任何的 不管是指称也好 指控也好 要有证据 傅昆琦可以说是深谙 用钱搞权 用权搞钱之术 你否认并不代表说不是你 这是林玉慧这次的这个表现 你就会让很多人在想起 非常光碟的时候 他所扮演的角色 看起来还蛮符合的 一样高音质 加上犀利口吻 虽然外界盛传 他就是非常光碟策划人之一 不过林玉慧否认到底 不许在政坛 生活中林玉慧的个性也很呛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仰爬虫类当宝贝 联署上常可看到林玉慧晒宠物 但去年疑似和邻居处不好 竟将蛇放在楼梯间 标注我无毒会咬人 说要过滤想买隔壁房的人 更不忘强调自己还有只130公分长的黑白溪 常常会撬家 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林玉慧作风评价两极 这次还抢退休锦销去死 一时嘴快争议事件又添一桩 这有黄新城李一璇台北报道